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我是男人嘛 有自尊的 就你有自尊 我呢 我也有呀 哥 你接下来跟嫂子有什么打算 我能有什么打算 本来想开这个摩地挣点钱 现在车也没了 也不知道能干个爽 俊哲 我看你在城里过得挺好的呀 哥 你看着这都是假象 其实我的压力也挺大的 你就看这房子吧 每月还得还房贷 那房贷也挺多钱的 我说实话 你别不信 我经常吃防备面的 那你至少也有一个现代的老丈人 他们就不肯帮帮你吗 你有的时候 倒是给我买一些东西 有时候也会给我点钱 但是 我是男人嘛 有自尊哪 就你有自尊 我呢 我也有呀 秦哲 你帮我找一个什么活干呗 我这摩地的活也做不了 我又不能光呆着 坐着山空啊 行 哥 等不过我得先跟你说 现在其实城里找工作呢 也是挺困难的 就算是大学生 他也不是说一定都能找到工作的 我也不是让你给我找那什么 特别高级的工作 你知道有个什么活干 顾上个吃喝 干体力活你哥还总可以吧 哥啊 这个我知道 我知道你干活不惜利 让我托人试试 你那个老丈人 不是现代也一级的棍吗 你没办法 他也没办法嘛 你 你托托人家 让他帮我找个什么好工作 这点小事 对他肯定不是什么大事 是不是 你看那个 林村那个高泰民家 那个一个儿子考上大学生了 后来 当了个县长 把一家人都弄出去了 连那个 他们那个小姨子 都当上那个县招待所的服务员呢 我这回呢 出来带了点钱 那现在成了一个人不讲究送礼吗 那个 咱们去看看人家 一来认认清 二来就让人家帮帮咱们 哥啊 这个论级别的话呢 亚尼他爸确实是县级 但是在大城市里面 他爸只不过就是一个处长 他跟现代也没法比 这是两回事 金志咱们还没拖人家 你这怎么就把他先撇得那么干净呢 哥啊 亚尼他爸这人呢 你不了解 其实他爸那人挺古盘的 怎么先别说他有没有这个能力啊 就算有的话 他爸也未必会帮咱们办 你问的还没问啊 你怎么知道他不肯办呢 不帮忙呢 你现在发现你真的是推三阻四的啊 现在 感情咱们把你这个大学生攻出来 家里遇上点事 你现在是一点忙都不帮啊 哥你别这么说 我尽量想办法